皇家皇家 不要害错人 歌迷为了抢买 五月天演唱会门票大动肝火 因为演唱会只有两场 场场珍贵 谁先来谁后到 歌迷斤斤计较 因为全是因为一票难求 不少人是漏夜排队 甚至还有人排了一个礼拜 五月天月底将在高雄宜兰开唱 收入全部捐作丰益 门票开卖不到一个小时就完售 但也因此让黄牛票满天飞 拍卖网上搜寻就有160位的卖家 再卖五月天演唱会的门票 从三千多到三万元 台中一名料性男子花了一万四 买了四张票 钱会了卖家也跑了 无奈又花两万块 再向黄牛买一次 等于四张门票 一共花了三万四千元才买到 五月天的演唱会门票分一千八跟两千八两种票价 结果黄牛转卖翻了两到三倍 更扯的是还卖到三万 没买到票还先被骗打湿血 革命说真的是好受伤啊 东四新闻陈嘉玲 卢俊杰在台中的采访不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